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母亲节这一个大日子 子女也会和妈妈庆祝 但是她的媽媽就在疫情下孤單離世 去到病房, 我摸媽媽的手還很亂 就是剛剛離開了 我和哥哥大聲叫媽媽 我們來了, 你放心離開 自己那一刻才認得到 原來媽媽真的會離開我 在微樓之際 至親如果可以牽著媽媽的手 送她最後一程 彼此就可以再無遺憾 我們可以陪在身邊 是疫情之中的奢侈 很難過, 也很感恩 因為媽媽是你最大的醫教 從出生到現在 和親生媽媽失散半個世紀 尋尋覓覓, 她只想在有生之年 過一個真正的母親節 每年母親節, 只要看別人開心 我六十多歲了, 我很希望見到她 叫聲媽媽 有時候可以摘一箱營養的營養品 這個系裝是粥的, 媽媽很喜歡的粥是熱辣辣的 禁鐘是叫姑娘送進去病房 Bonnie, 86歲的媽媽因為心臟衰竭 身體越來越虛弱 近這兩年, 經常都要入醫院 唯一的照顧者就是個女兒 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多 公立醫院一直都暫停探訪 每次媽媽入院 兩母女都可能長時間沒得見面 但63歲的Bonnie 堅持每天去醫院送飯 那個心態疲累, 每次已經跟媽媽出入醫院 而是那次我沒有真的面對 她應該是最生氣的一次 去年九月, 香港正值第三波疫情 醫院仍然無法探病 當時醫生判斷 Bonnie的媽媽生命症倒數 但是她沒想過病情會惡化得這麼快 直至今年二月有一晚 醫院通知家屬來見最後一面 她趕到病房 媽媽已經孤單離世 成為Bonnie終身的遺憾 自然會跪在媽媽的床上 在她耳邊就說我們已經離開了 安心上路, 必須掛念我們 我腦中有些迴避接受媽媽 其實已經過世了 不停地哭 其實如果沒有這種疫情 可以是一天兩次一小時 在病房陪得到媽媽 最少拿著她的手 陪伴到你走到最最後一分鐘 就不是說是… 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是沒辦法去到病房 她自己去面對死亡 因為走這條路, 她是很害怕的 上次聽你們說的 喪禮也很圓滿 是的, 我們也很感人 因為從她患病 我們四個人的想法很一致 就是怎樣令媽媽最舒服 最平安 Joanne的媽媽今年一月 因為口腔癌病勢 在媽媽病情轉叉時 疫情反覆持續 醫院繼續實施緊急應變級別 不准人探訪 家人就決定安排媽媽入住這間 為晚期病人 提供舒緩治療的寧養中心 家屬仍然可以探訪 陪伴親人 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 我記得我們一進來 把床放在中間 其實方便 兩邊都有人可以陪著她 握著她的手 晚上我們可以陪她睡 起碼我們自己的心也會比較安樂 心理準備有的 但你怎樣心理準備 當她來到你面前 其實感覺是很困難 走的一天 我們都… 心裡是我自己很痛 很捨不得 媽媽跟我們說 我要離開 爸爸在媽媽身邊陪著她 坐在她旁邊牽著她 這樣就離開了 在疫情之下 可以在家人溫暖的陪伴下 走完人生路 其實已經很難得 媽媽一直是家裡的重要精神之處 所以她們一家人都很難平復傷痛 Joanne說小時候 爸爸工作賺錢養家 媽媽就年中無憂地全職照顧家 父母給了她和三個妹妹 一個幸福、溫暖的家庭 其實媽媽有說過 不好意思 你們…對不起 你們經常都要這樣照顧我們 我們都要說 其實為何你要這樣說呢 我們小時候 其實你照顧我們就更多 那我就不覺得很辛苦 她把那些小孩放在第一位 勞心勞力的那女人 Joanne媽媽的舊同事 特地剪了一段追思的短片 在桑禮上播放 令Joanne一家 第一次認識媽媽家庭以外的一面 我想這份情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一個二十多年前 和你做了三名同事的人 到今時今日她走了 她的家人處理她的桑市 她們都這麼好,很感動 很開心,媽媽那麼多人疼她 這麼尊敬她 媽媽會拿點拖 她會給點水果 今天我們就不懂得煮湯 所以只懂得點餐香味 Joanne的媽媽二十多年前 在這間製作公司做過文員 離職之後 還經常帶點食物上來探班 在一群舊同事心目中 她也是無微不至的媽媽 親愛到真的半個親人 對我們怎樣好 我們就對她怎樣好 我有時會跟她說 我自己的心事 她會聽我說 你要哭,你哭吧 我也會在你身邊 這麼多年前更加重 她就負責拿帶給唱片公司 我想讓你拿下百姓,當年媽媽有多大 媽媽是很困苦的 不是傑出名人 也沒有什麼風功遺跡 但Joanne一直以自己平凡的媽媽為榮 這幾個月 她一去回媽媽以前經常去的地方 種種思念就會湧上心頭 例如早上有事忙著,上班 當你晚上有時想 你就會很想念她 想起小時候到現在 她怎樣照顧我們 我們和她相處 這樣會很想念我 很想念那種東西 我試過最想念她的訊息 然後扮演跟她對答 我試過最想念她的訊息 我試過最想念她的訊息 即是覺得她還在身邊 很想跟她說話 這裡就是…我會天前十點多時推媽媽下來 同樣在疫情期間失去自親的Bonnie 都很想念媽媽 她的父親很早就過世 剩下媽媽一個人 獨力照顧她和哥哥 她的父親很難活 這就是新秋節,對不對 開心嗎? 你從哪裡吃東西? 其實興肯說 我一直在媽媽在生活上 把我們的快樂時光記錄你 這次是我最生氣的一次 媽媽在生 我是可以握住她的手 雖然在微流之際, 無法送別 但是Bonnie在媽媽病重的日子 盡心照顧她 算是她為媽媽在生的時候 做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等到最生氣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最生氣 該做的事做了她 該慶祝的事慶祝她 該說的話說了她 就是不要自己是再有這個遺憾 做了這兩三件事 就算任何時間歸天 也不會覺得心裡有些事是未曾做的 有時候吃飯的真的不是那麼開心 跟別人慶祝母親節的心情是兩回事 對, 也不會贏 以往母親節, 66歲的顧柏明 都會跟父母去喝茶 她口中的媽媽跟她並沒有血緣關係 是爸爸的第一任太太 顧柏明叫她大媽 他們的感情不深 而她對親生媽媽的認識 就只有出生子上的一個名字 在四、五歲的時候 多了一個女人在那裡 但不見了我媽媽 到了我十八歲 需要換成人身分證的時候 我拿到一張出生子 第一次就知道我媽媽的名字 就叫做黃英楠 在五十年代, 顧柏明的爸爸 來到香港賺錢 跟黃英生了顧柏明三兄妹 後來爸爸在內地的妻子 成功申請來香港 顧柏明和弟弟就自此跟著他們 在大坑東骰智區住 沒有再見過親生媽媽和妹妹 爸爸和大媽過世之前 都對這件事絕口不提 她長大後想尋親 但亡無頭緒 五零年的時候 你是封了個關 上高的老婆 全部都不能下來了 所以很普遍 在香港另外結婚 我爸爸、媽媽兩個人 很幸運就偏輩了那裡 在大坑東那裡住 當時年紀都很小 只有名字 我都找不到些甚麼 當年我應該在這裡出生了 那是七層的平房 石劍美大坑東的骰智區 是顧柏明和親生媽媽 唯一共同生活過的地方 後來改建造公屋 顧柏明記得 1966年臨搬走的時候 一個鄰居向他提及過親生媽媽 趁我爸爸媽媽不在那個範圍 就過來跟我說 他說你媽媽是好人 你長大了 你就去找她吧 當時只有11歲的顧柏明 根本沒有能力尋親 但是他仍然時刻想念自己的親生媽媽 沒有媽媽的日子真的很慘 有事上來別人不理你 是不開心的 離開了去哪兒呢 唯有你暫時就依附它 起碼有兩頓飯吃 這張細章應該是兩、三年級吧 顧柏明讀到小學六年級 就跟弟弟去工廠打工 他一直想找回當年那位舊鄰居 打聽親生媽媽的下落 但是時隔多年 他都不知道去哪裡找 就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帶著我們那時候 是沒有留意他的 如果當年有照片 他都會把所有資料丟掉 我都想知道 他為何放下了我們 究竟當年發生了甚麼事 之後他們的生活如何 我來到這裡看過一、兩次 每一次就比一次更細心 顧柏明的爸爸2006年過世 在他收拾遺物時 發現一張1962年的分居證明書 上面有他親生媽媽的名字 他亦第一次知道 原來妹妹叫顧玉瓊 而地址寫著尖沙咀金巴黎道62號地庫 顧柏明相信 親生媽媽當年帶著妹妹離開之後 有段時間在這裡出現過 這裡有些年紀很大的人 當年他說在這條冷行那裡 是有人在這裡住的 尖沙咀金巴黎道62號 現在已經變成一間酒店 不過附近一些大廈仍然有地庫 顧柏明不肯定 跟媽媽當年住的堂樓是否一樣 也沒有辦法確定 這裡是否曾經有人前舖後居 那個地爐好像是做包伙食的 用包伙食這三個字去問過 但可惜這一行就絕跡了 以前的店舖沒有這些茶餐廳 這裡左右旁邊 很多做洋服、門市那些 他們都需要人家煮好給他 但可惜可能他永遠都在廚房裡住 變成外人又未必認識到他 我們二十多年前有被人包伙食 那個男人就不是女性 我只是想問你有沒有這樣的記憶 沒有… 這十多年來 顧柏明偶爾都會在這條街上徘徊 看到年紀大的街坊 就會問問他們是否認識黃英 但每次都空手而回 最長的時間那天就在這裡徘徊了兩個小時 我都不知道我媽媽究竟在這裡住了多久 顧柏明年輕的時候想著賺食 駕駛的士養妻活兒 不能夠全心全意尋親 輾轉過了半個世紀 仍然未完尋親夢 我會推算當年 你一個女人帶三個小孩出來 只有餓死街頭而已 所以他選擇一個 只是在吃奶的嬰兒女帶走 很理解他 同名同姓的人士的電話 我們都會試一下 沉親路不易走 顧柏明去年托非牟利機構幫忙找媽媽 這個機構過去有三成半的個案 成功找得回親人 我們都有交代很清晰 母媽媽的身邊很孤獨 我六十多歲 未嘗過真正的母親節 這幾十年不懂笑 其實我缺少了她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顧柏明的親生媽媽 現在應該已經九十多歲 不論是否還在生 她只是想在有生之年 叫她一聲媽媽 不是說要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不過只是說有機會 真的能見得回她 都可以向她後面 有些很親切的 我們就沒有捐到 自己可以用的 我們又不捨不得捐 Joanne的媽媽在一月小小 她和妹妹最近執拾遺物 因為媽媽生前喜歡做善事幫人 她們打算捐出部分的衣物 來延續媽媽的善心 你說放下了,我想還沒 所以每個人都說 未來的母親節 是你們會比較難適應的一天 以前每年的母親節 她們一家人都會吃飯慶祝 今年媽媽第一次缺席 就算去和一間茶樓喝茶 整家人都覺得物事人非 我會跟朋友、身邊的人都說 珍惜…當你可以… 可以慶祝的日子 生老病死,本來是自然規律 但在世紀疫症籠罩之下 連同自親好好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令不少人終生遺憾 Bonnie唯有接受 以後的母親節 媽媽都會缺席 是她認識死亡 我們才會是… 現在珍惜活在當下 我如何跟我們的摯愛相處 是她還告訴她 我是有多愛得她 生命無常,母親的離世 也令Joanne一家失去心靈之處 幾姐妹可以做的 是時刻銘記媽媽的教誨 你怎樣都會覺得時間不夠 如果時間可以再堵留再久一點 希望我們可以孝順她久一點 每一個人都會經歷父母離開 如果媽媽離開了 其實是有一個蹶頭的 那個蹶頭不會關閉 媽媽教我們怎麼做 我們努力地去做好她 這樣才不會辜負她 每個字都會想念到 都會想念她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